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灵源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应该还有一些样式对不对 那这一块呢 咱们要干什么呢 要把一些样式的直接导过来啊 咱们在讲课的时候 不会重复的去写一些样式了啊 咱们只会写那些逻辑 样式呢 咱们就直接COPP过来啊 来到这边呢 咱们来干什么呢 找到这个项目 当然你们可能没有这代码 对不对 这代码呢 发给你们一个 你们这会跟着敲吗 那我这会发给你们一会儿了 把这两个儿都发给你们 咱们呢 就拿里面的样式啊 其余的东西不拿 其余的东西咱们统统找尾去写啊 有样式呢 就不再去调了 因为调样式 你们前一阶段 是不是应该也调过呀 头疼吗 头疼 特别头疼 对吧 那个东西没办法 它就像那个鬼样子 是不是 你一个个儿调呗 它对不上能咋着呀 调样式呗 想调到你想要的那么大尺寸 慢慢一个个儿去改呗 对不对 直接直到改到你满意为止 那上个飞券啊 像收的要个飞券啊 我就不做肿子了 直接放了啊 收一下 我把这个呢 也复制一份放到咱们今天的工程里 我把这儿拨打了 我把这儿拨打了 对吧 我把这儿拨打了 在这儿拨打了 收着吧 收着之后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呢 咱们说是不是要导一些通用的资源呀 那发给你们这文件夹里面应该有一些资源 比如说咱们这页面里面都有啥东西呢 咱们这个页面中呢 它有一些比如说 咱们要用的这个什么轮波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样式 这这块也是轮波对吧 还有一些样式 然后还有什么呀 还有一些点击事件的后续处理 对不对 那咱们前面都学过哪些JS框架呀 啊 这query是不是 然后呢 bootstrap 还有什么swiper等等的 对不对 那咱们就学把这些资源干什么 导过来 那给你们这资源里面就有了 这bootstrap咱们使用的是三点几系列 咱们一个个来到 bootstrap bootstrap.ssss 这还有什么bootstrap.sssmap 这个是大家知道是啥吗 还这bootstrap mncss 这也知道是什么吗 啊 啥呀 这bootstrap是咱们标配的这个样式 对不对 mn的是什么 是压缩版本啊 这个带map的是什么呀 啊 这也可能不知道 一般来说你在网上找的时候 他也不会带map 这带map这是啥呢 这是浏览器的一种缓存优化技术 是咱们新的浏览器 比如说Chrome浏览器 还有一些其他的 就借助于这个Chrome浏览器实现的浏览器里面 他们都会借助这个内核 就是说可以做一些什么呢 样式缓存 他自己去做缓存 是吧 这东西呢 你导的时候也就能导上去也行 对吧 那咱们这个BotStrapSIM 咱们一般来说是不是不导的 所以说咱们只导这个BotStrap 那把这东西呢 咱们给它搞到哪去 是不是搞到咱们的这个4SS了 CtrlV一个 然后OK 把这个BotStrap这些样式给它导进来 对不对 那这几个是不是都属于BotStrap里面呢 再说呢 BotStrap这个样式有了 接下来再导谁呀 是吧 BotStrap里面的这个字体啊 那为什么导这个字体啊 BotStrap里面有一个特性 是不是叫做字体图片了呀 是不是拿字体的样式 做做一个图片 我们只需要使用类什么 啊 是不是类选择的器 然后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啊 对不对 给它加上各种class 是不是就能变成图片了 是不是 那这一块呢 是它的什么呀 字体图片的这个资源 这些资源啊 这BotStrap的资源 我就从BotStrap往下的啊 不是从其他地方下的 因为上课下的太慢了 所以我体验都是下好的啊 那这个BotStrap的图片 自己图片也有了 再接下来呢 就是BotStrap的 这是什么 是不是 GS啊 那GS这里面有几个 BotStrap GS BotStrap MNS 还有一个NPM NPM呢 就是哪的 那不是咱们这儿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node那边呢 对吧 来到咱们这边 咱们只需要BotStrap 还有MN就可以了 对不对 其实以后呢 咱们这些东西也不会用 咱们真正上线的时候 你说你会选什么呀 这里面这些资源 我们都会选一些CDN资源 因为呢 这个资源 你写在自己的服务器里面 你说每次加载 它需要消耗你服务器资源吗 需要 第二个 你的服务器一定快吗 不一定 但是那些CDN 比如说百度提供的CDN 对不对 或者什么 阿里提供的CDN 相对来说 比你自己的那网站的速度 肯定是要干什么 要快的 并且它帮你实现全球部署了 省事 对不对 总的说 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接见别人的资源 但是我们在初步开发的时候呢 就尽量先用自己的 对吧 因为呢 我们在初步开发的时候 有可能处于什么 什么内网开发啊 对不对 那这个BotStrap 咱现在是不是就算彻底倒完了 那把这东西呢 折叠起来 之后呢 我们再来倒谁啊 啊 BotStrap倒完了 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倒这quary啊 这quary呢 我一直跟大家说 咱们学就是 学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学的哪个 可能是三点几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说 咱们用用哪个版本 一点几 别用二点几的 知道吧 二点几之后 尽量别用 因为呢 新特性没有加太多 并且对我们日常开发来说 它加上那一点 其实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 你用也没有用什么特别新的东西 知道吧 嗯 并且呢 你用了什么呀 这个二点几之后 它不支持AE8了 你你这个 这quary的一个适配性干什么 是不是更差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这里面呢 是给大家发了个1.9.1的 咱们昨天使用的是1.1的 对不对 这个版本呢 没有太大差距 你直接选一遍就OK了 对吧 那这个这quary这两个呢 我们也是直接给它干什么 是不是copy过来 然后到GS这儿 Ctrl V一个 OK 那这quary也有了 再接下来就谁呀 是吧 一个轮波框架呀 轮波框架 咱们使用了一个什么 Swiper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应该学的也是Swiper 那如果不用Swiper 其实不Swiper里面也有什么 也有轮波 其实轮波的框架挺多的啊 你看你自己的一个习惯 对不对 只要知道这玩意怎么用 假如我想用去哪去找一个轮波框架 是不是把这个效果找到就可以了 找到之后干什么呀 审查元素 把那些样式都给它干什么 copy过来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你以后去公司 你会拍H5那天没事干啥 没事就是审查人家的页面 没事的就审查 看人怎么码的布局 怎么写的样式 然后考过来 嗯 就是这样的啊 那之后呢 咱们这个Swiper 他的应该是在这个DST里面 在Sfinition里面 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什么呀 是不是这堆这个JS啊 那我们选的是什么JS啊 是Swiper点这Quarrie的JS吧 对不对 那这样选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啊 是Swiper里面有一部分功能 他是可以借助这Quarrie实现的 这样的可以压缩 他本身的一个大小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 咋没有反应了呢 我看咱们同学好像是不是挺疲惫的 不是啊 不是就坚持住啊 对不对 你看再想想还有几天啊 还有四五天 什么就十一了 对不对 咱们这周一共上五天课吧 不知道 第六天应该不会上 或者说某一天会不上 因为咱们的课是成周的 知道吧 包括以后咱们的放假 比如咱们中秋是不是都放了一天啊 都放了一天一定会补回来 知道吧 所以咱们上课是成周上的 就只要放假 他不超过这一周的 比如说这周多放了两天 OK 那可能要抽两个周六周日给他补回来 但假如说他放了一整周 咱们可能就不补了 比如说十一 一下子放七天是吧 那就是课程直接往后推一周 是吧 咱们课程应该是这样的 中秋的时候 自习是自习的神 我说的是讲课时间啊 讲课就是咱们这周不是还在讲五天吗 对不对 就这样的事啊 你要想明白啊 就是这周我们讲课还是要干什么 讲五天呢 对吧 是不是啊 那这会儿呢 咱们就把谁啊 是不是把这个bootstrap 然后还有谁啊 还有咱们的这个 嗯 这query还有swiper 是不是就都挡好了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这个项目 基本上所有页面都需要使用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是把这些的导入写在哪啊 是不是写在base里面啊 那我们就写在base哪啊 是不是写在这个位置啊 那你就直接写吧 写script 然后type tagsjavascript 之后呢 那咱是不是要写src啊 等于 等于什么呀 是不是style这个啊 但style这个还没有加载 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做一个事情 干什么 是不是load一下啊 load style这个 对不对 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加载的时候 它有顺序吗 有 第一个是谁 是不是 jquery啊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导的就是直接jquery 对不对 复制几个 那有的jquery 接下来我们在导谁 啊 boostdrop或者swiper 是不是这俩就没有一个明显的顺序了 是不是啊 但swiper 咱们其实要想一下 swiper是所有页面都有轮波吗 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swiper呢 就不在这个i个儿导了 对不对 咱们swiper到时候到哪去导 是不是到咱们的手院里面去导 因为咱们目前的时候 好像只有手院有这轮波 是不是 带着呢 那这个sss 咱是不是都得导上 那ss怎么导啊 是不是link啊 那这里面接下来呢 是不是也是static啊 然后csss 然后呢 那就是咱们的什么boostdrop点sss啊 还有吗 是不是swiper点sss啊 还有没有 啊 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 咱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reset点sss的 没听过 reset的 你这么惊奇 那咱们来说一下是吧 咱们现在做的是不是一个前端的一个基础架构啊 对不对 第一块呢 咱们说了是不是要有base类啊 base模板 那base模板之后呢 咱们要在base模板里面要干什么 是不是导入通用资源呀 导入这个通用资源 再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要导入reset 把这个放这叫reset点sss reset这单词你说啥意思 重置reset点sss呢 重置的样式对不对 那这个是啥呢 就是说将我们一些空间元素 他们那些什么外边去啊 那边去啊 边框给他干什么呢 直接干掉 是吧 因为呢 这些编剧 他可能在不同的版本上面 不同的浏览器上面 他们的编剧干什么 他都不一样 导致咱们的排版可能会出现什么 错版 落版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一般来说会导入一个reset 把这个样式干什么 直接全给他支撑空呢 对吧 你那个宽 你那个什么 pinding margin是吧 这核子模型 对不对 全都是零 对不对 再之后呢 你这个核子模型是以边界为计算的 对不对 以咱们这边框为基础去计算这个核子模型的 对不对 咱们还要给他指定核子模型 因为在IE浏览器上他默认什么什么模型 什么怪异核模型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导入一个reset.css 给大家发的这个资源里面呢 应该是有这个reset的 你去找他一下 咱们这个项目中 它的静态资源里面 应该有一个叫做reset.css 哎 sstatic 这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reset.css 对不对 那这东西呢 拿过来之后呢 大家去看一眼 它到底做了啥 对吧 我当你可能 哎 你这搞个什么东西 对吧 是不是reset.css 那咱们简单的来看一眼 这里面的代码可能有点乱 咱们给它格式化一下 那你看它到底做啥了 clear 来这边咱们看一下 那你看这做了什么 什么box siding 包什么 boulder box 是不是设置核子模型啊 对不对 为正常核子模型 接下来包的那位 dlt 各种标签 然后呢 margining pundering 啥意思啊 那是不是就直接把各种 那个外边军 因为那边就都可以去掉了 对不对 再之后呢 这个里面还给咱们设置一个什么 统一的背景 什么微博亚黑 微博亚黑 其实这对于咱们这个lino系统来说 没什么用 对不对 这呢 给它指定一个颜色 对不对 然后最最小的一个宽度 是不是 再之后呢 这字体啥玩意 对咱们来说 其实也没用 因为这呢 原来是从人家的网站上 直接拷过来的 对吧 然后h1到h6 那fondset的百分之百 然后menu 还有什么ul 什么lacedstyle 那这啥意思 是不是把咱们那个列表 那个点给它去了呀 对不对 是不是 他做的不就这些玩意什么 还有这什么a标签 tax 带个reter 这你那个什么 修饰的下滑线什么的 是不是都给你干掉了 是不是 这也干掉了 那实际上这东西做的是啥呀 是不是就各种清空样式啊 是不是 那这东西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知道在哪啊 在我们的样式里面 你应该做什么呀 是不是也给它导入进来啊 对不对 那这个你要改一下 改成什么 是不是 reset.ss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样呢 我们这些东西是不是就基本上全了 但是还缺点东西 因为咱们现在做的一个布局是什么布局呢 是一个移动端布局 对不对 移动端布局和咱们这个电脑端布局有什么区别呀 啊 移动端布局和电脑端布局有什么区别吗 啊 有一个差别 对不对 叫做viewport 对不对 说咱们要使用一个试图转换窗口 是不是 这还进去吧 那这个是为啥呀 只因为比如说咱们那个手机 咱们的手机一般屏幕是多大的 啊 是不是5.0到6.0之间 80%的手机收拾在这之间 但是你手机的分辨率是多少 啊 是不是 基本都是1920乘1080啊 甚至是2K的屏幕 对不对 是不是 大部分应该是1K屏幕 对不对 1920乘1080 再之后呢 可能还有什么2560乘1440呢 对不对 是不是2K的 但是啊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这屏幕分辨率1K或者2K 然后呢 尺寸是5寸 对不对 或者最大也就到6寸 到近了 对不对 接下来你想象你的电脑 你的电脑屏幕是多大的 最小的基本上都是13点几 14寸 对不对 然后稍微大一点 带着小键板 那是不是就15.6寸 对不对 或15.1寸 好像就15寸多一点 对不对 大家你看南班的 还有一个大一点呢 对不对 有一个这个 对不对 那可能它这是21寸 22寸24寸的 对不对 但是你想一下 你这屏幕这么大 你的屏幕分辨率是多少 新的新一些电脑 你们如果电脑比较新一些 应该是1920乘1080 对不对 那稍微旧一点 可能是1366乘768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那假如说都拿你的电脑屏幕当1920乘1080来算 那这会其实有一个事情 你这个屏幕这么大 分辨率是1K的 我这屏幕这么小 它屏幕也是1K的 对不对 那之后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啊 屏幕像素密度不一样 对不对 并且咱们这个宽高不一样 咱们手机好像是这个高的是竖着的 而电脑屏幕呢 高的那是横着的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之后呢就会导致一个现象 你明明写了10px 在电脑上显示干什么 看起来还不错 对不对 但是一直到手机上的时候 你发现它变得特别小 可能都看不清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对不对 那后来呢 咱们说 为了移动端适配 新加一个属性 叫什么呀 Viewport 试图双口 那这东西使用的时候比较简单 它叫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一个meta呀 对不对 那这东西的一个显示员 你大家简单研究过 或者听过吗 啊 其实呢 它就是对咱们的显示 做了一个什么呢 做了一套转换 比如说我们的写的 这什么 这普通的代码 之后呢 这边是一个什么 浏览器窗口 这边呢 就是你的atm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窗口 一个window 之后呢 你这个显示 如果是电脑端的显示 默认就是怎么显示的呢 就是直接从atm映射到这个 window窗口上 然后呢 手机端默认 也是这样的 但是显示过去手机端 我们发现了 文字是不是变得特别小啊 对不对 那实际上我们想要的效果 是不是将它放大一些啊 对不对 那之后呢 就加了一个meta meta viewport的相当于什么呢 它就相当于一个转换器 这viewport呢 你就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个转换器 然后呢 它可以做什么呢 它在显示的时候 它会检测你这个屏幕 知道吧 你在你这个viewport里面 去指定参数 因为它里面那个参数 你们看过吗 看没看过啊 没看过啊 那一会呢 大家去看一下 那viewport呢 它就会根据你 干什么 说的这个页面 然后呢 检测你这个 屏幕 是吧 是这个密度是多高 就像咱们的显示布局一样 但是还是自动的 然后呢 它会干什么呢 检测你这个 它的一个屏幕密度 之后呢 会去帮你进行转换 转换完了 再去显示 知道吧 它会去帮你 自然而然的做转换 就它做的这样一个转换过程 让咱们的界面 显示出来干什么 更友好 对不对 是不是 ok啊 那这个东西 我们就把它存下了啊 之后呢 我带大家去看一眼 这个viewport 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